古时候的德行好 从小母亲负责任 把她交出来的 我们在古籍里面去看 你看看古时候做母亲的人 她是怎样教儿女 没人教的不知道 古时候教育不普及 圣人可遇不可求 遇到圣人的教会 她家就会出生意 她懂得怎么教 她知道 母子连心 明白这个道理 小孩虽然还没出生 在怀孕里面 已经母子连心 母亲的情绪 小孩完全感受到 母亲欢喜 她欢喜 母亲悲哀 她悲哀 母亲思想纯正 她就纯正 母亲有些事 她也有些事 敢于善则善 敢于悟则悟 所以怀孕 这个期间十个月 语言里一切不善 语言不看 耳不听 神绝不接触 希望这个小孩的时候 所感触到的 统统是纯净纯善 这还得了吗 出生之后 一直到三岁 这个三年 三年 一千天 让这些小孩 这个婴儿 他所看的 所听的 所接触的 都是纯净纯善 他就神仙了 圣贤佛菩萨 是人教出来的 这个道理要懂啊 长大之后 老四 借替 母亲 这个教学的 任务 老四给 小学生 做示范 所以老四 值得 尊敬 他是一生 做出了 牺牲奉献 没有想到自己 他想到什么 下一代 我怎样 把下一代叫好 绝不想自己 全心全力 来教导 让小孩 砸根 德行上 母亲 砸的 这个根 就非常好了 老四在 给做 镇上缘 把这些德行 要给小朋友 做示范 要给小朋友 讲清楚 讲明本 他就 永远 不会改变 他不会学坏 他接触到 不善的 他很清楚 善悟 辨别的能力 非常强 他不会变坏 他会影响别人 不会受别人影响 有这种本思 对于学书 让他接触 学书 接触 最初的 这个阶层 小孩 年岁小 12岁以前 记忆力 特别强 叫他什么 叫他背诵 背诵有很大的好处 帮助他 记忆 读的书 一生 永远不会忘记 第二个 防止他的邪念 小孩 要胡思乱想 天天背书 他就不会胡思乱想 随着夜局有数的 有没关系 这种评论